这里面有两个问题 一个就是所谓的栗战书所讲的 中俄的全方会的合作 其实这个所谓的全方会合作 其实就是要中俄联手来摆脱 西方和美国对它的制裁 所以它是想摆脱这样一个枷锁 挣脱这样一个锁链 所以我们看到西方对于俄罗斯的制裁 主要有两个 一个是能源 一个是货币 所以现在俄罗斯准备新建油管 通过蒙古的油管 就是把它的石油和其他的能源 输往中国来取代一种 所谓的一种市场的一个转换 所以还有包括就是粮食的问题 中国也很想多跟俄罗斯买粮食 所以这样一种经济的勾连 其实是反映出说 第一 俄罗斯本身 它确实受到了制裁之后 它各方面是受到很大的限制 所以它不得不需寻求中共的援助 这些远处我们待会可以详细的来说 第二个就是中共到底在盘算什么 很简单 它就想储备石油 储备粮食 储油就是囤积石油 因为它本身的需求量也很大 但是它这种超额廉价的购买石油 意味着就是说它在囤积石油 还有就是粮食市场的开放 让俄罗斯本身 向俄罗斯买更多的粮食 就是储量备债 所以我觉得这个中共的盘算 非常值得我们注意 因为它有一个极大的野心 不是什么全方位合作 它就是全方位的要去拉拢苏联 来形成一种 一方面有利于它自己 一方面一个更强的一个 储量备战的这样的准备 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的话就是 您刚刚提到的所谓的 中共的这个新科技举国体制 这个我要特别强调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所谓的 科技自力更生 或者说一种科技的一个 大跃进运动 那么中共是怎么样排断的呢 它就是想要去反制 或者是脱离中共 美国对它的科技所猴 因为这个美国现在已经在 高端的科技上面当中 里面锁死了中共 但是就是说你不管 你是举国体制也好 科技的这个大跃进也好 这个都不可能成功 有两个理由 第一个 晶片这种东西 它不是一个假消息 你随便可以制造出来的 它是人类历史上至今为止 一个最高端的一个智慧的 一个结晶 而且它是一种 全球智慧的凝聚所造成的 不是你一个国家单一的科学家 或者是工程师 就可以把它造出来 它是集了人类所有的智慧 创造了一个最高的成就 所以因此反过来说就是说 没有一个单一的国家本身 它可以独立去发展 晶片像这样的一种 高端的科技 是 你再举国吧 你再举全国的力量 都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这个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幻想 是一种毛泽东时代的那种 大跃进思想的一种翻版 所以就说这个 我认为中共的这个盘算 就是我觉得很落伍 为什么 因为他完全不了解 最新的科技本身发展 它需要一些什么样的条件 它是需要国际合作的 你在这种外交上搞 这个战狼外交 人家就把你金面封死了 也不卖给你 甚至高科典 也不准别的地区的人 流入你中国 你不可能靠你自己本土的 一些功能实际 他可能以前偷惯了 反正偷来就好 但最近大家门关得更紧了 是的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 就是说我关起门来 我这个烧彩煮饭 就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这个是完全不可能成功的 另外你提到就是说 中共是不是会形成一种 所谓的新轴型 我认为现在中共之间 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 在西方的制裁之下 努力要去解套 去挣脱 或者是避难的这种做法 还不至于形成一个 就是足以和西方和美国 对抗的一种实质的力量 如果说实质的力量 只有一种情况发生 那就是说 中共去帮助俄罗斯 打赢乌克兰 那么中共不敢这么做 因为他一旦这么做的时候 他就会受到美国和西方之力 等同于俄罗斯对他的制裁 那么反过来说俄罗斯 什么样实质的 俄罗斯本身帮中共打台海战争 俄罗斯连乌克兰都打不下来了 他哪有这个实力 再来打台海的战争 所以说我认为 美其名叫做什么 俄国挺过来 中俄之间有全方位的这种合作 其实它这是一种 全方位的抱团群 讲得比较好笑一点的话 就是中俄拥抱在一起 然后相互的叹息 同为天下的沦落人 这样的一种联盟 所以我不认为就是说 有一个新轴性的产生 那么现在中共不仅是 内部的问题那么严重 那么俄罗斯对乌克兰问题 他也拿不下来 所以他们还没有这个实力 构成一个所谓的新轴性 是 同样问题请教 明老师怎么看呢 我想这个部分同样 可以分成几个部分 整体来说它的一个价格就是 你过去也讲过嘛 今天中共面临的一个 国际的战略跟外交态势 是天下围共 是 好 那他现在想的是 那天下围共是一个事实 那我怎么突破 所以现在所做的事情 就是外交突围 现在我们看就大的格局 就是外交突围 第一我们看起来习近平的出访 访问哈萨克访问乌兹别克 然后去开那个 上海合作组织会议 然后见普京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 当然11月份如果没有意外的话 他要出席的G20 然后去见拜登 所以一方面去见他的可能的盟友 一方面见他最大的对手 作为一个世界大国来说 你不能不跟这些大国周旋 因为你已经到这里 而且你已经到达了这个热点 你到达热点中心 你也不能不做这个事情 所以从中共角度来说 各位可以看到 他的这个报纸上的宣传 这种大国外交 这是元首外交 这是场面化了 其实真正核心就是外交突围 所以外交突围不只是习近平 栗战书也在做外交突围 过一段时间你就会看到杨洁篪 或者王毅 或者这些大大小的官员 会吩咐不同的国家 然后去进行不同的任务 所以整体来说 我说这是一个外交突围的努力 那为什么现在又特别需要外交突围呢 第一就是过去搞了大家疲惫出来 什么香港问题 新疆问题 人权问题 然后南海问题 然后这些都已经是疲惫了 那现在你又搞出一个对台湾的军演 大家现在感觉 这个对台湾的威胁是非常真实的 所以大家要加压力了 当大家压力加大的时候 他有感觉所以他要突破 这就是舒缓对台军演 就是刚才宋老师所说的 后军演时代 造成了一个新的压力情境 你怎么去突破 所以他要做这件事情 这是第一块 第二块你刚刚特别问到 就是栗战书出去访问 我觉得他的访问 大概两个地方得特别注意 第一是访问南韩 南韩对中共 对中国大陆的经贸依赖非常高 所以他要借着这些东西 去拉住南韩 一方面就是拉住一个 很重要的贸易伙伴 另外一方面 借着这个贸易关系去破解 甚至去松动美日韩关系 这个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 因为美国如果要在亚太 要正在建造一个围堵圈出来的话 那南韩这块必不可少 现在看见南韩有点摇摆 南韩的摇摆 美国看见 中共当然更看得见 所以借着摇摆 我怎么样能够抓住你 抓住南韩第一就是 先化解美日韩的进一步的合作 第二万一 万一我就说万一 因为澳英美同盟是一个开放同盟 我们再讲南韩或日本 会不会参加澳英美同盟 澳英美同盟已经对日本提出了 这个某些部分合作的邀请 日本也欣然同意了 日本虽然不会真正现在 还没有说要进入到三国同盟 但是中共已经看见这种可能性存在 所以我先把南韩拉过来 让你千万不要去进澳英美同盟 实际军事最后韩国可能都要进来 那现在你要不让韩国进来 好 这是两个 稍微中长层的它的忧虑 比较进程忧虑就是萨德系统 看看有没有办法再谈一谈就是 让这个脚步再缓下来 这是比较进程的比较小的忧虑 那除了这些之外呢 就是刚才宋老所说的半导体 对 半导体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除了有细晶片的制造之外呢 上面有IC设计 然后有光照 然后上面有IC制造 这样最后再经过封端测试之后 才会真正那个 那个可以用的那个晶片会出来 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不是一家公司的 甚至也不是几家公司 它是个上下游非常 左右连贯非常完整 几乎是到全球分工地步的东西 那现在呢 你说被卡脖子了 2025这个中国制造也被人家发现了 然后现在美国又弄了那个晶片法案 又规范了说 所有高的先进科技 不能到大陆去设厂 所以它要在外交 在晶片上要突围 所以除了外交突围 才要晶片突围 晶片突围呢 南韩也是要脚之一 好 那我们顺便说一下 如果中共晶片要突围的话 拉南韩是不够的 一定会拉台湾 所以我们可以预测 在往后的时间里面 对台湾相关的人才什么等等 统战收买恐吓勒索 无所不用其极 所以请台湾相关业界朋友们 要注意 你将来接触到的人事实地屋 那现在讲到举国体制 如果我们刚刚讲说 一个晶片的设计 资料等等是这么复杂的话 真的需要一个举国体制才能做到 但是举国体制绝对不是锁国 它原来为什么不需要做这件事情呢 因为原来大家没注意到我 我可以在全世界拐片偷强摸 可以到处想办法把它弄到这里来 我们不是举过华为手机的例子吗 华为手机里面真的 本国的这个科技或者零组件 大概10%上下而已 其他都是世界各地来的 所以优点就是 我能看见世界各地这种东西 集合成一个非常棒的手机 缺点就是一旦被大家发现 卡脖子的时候 我这手机就变差了 不但华为手机变差 中国很多科技或产品都是如此 这就是卡脖子的一次 所以举国体制就希望 它绝对不是锁国 而是被人家卡脖子之后 我要想到怎么样图围跟转向 它不是锁国 我们要讲清楚 所以除了拉拢南韩 拉拢台湾之外 还有国家我们要注意 拉拢以色列 以色列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国家 他们最近跟中共才要签一个什么东西 请各位特别关注一下 就是科技上的进一步的合作 好那最后部分 中俄关系 中国之间是不是有同盟关系呢 应该这样讲 似有若无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看到 就算有的话是一个密约 中共跟俄国现在都要把这个同盟关系 搞成一个似有若无的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这样做 它同时有两个缺点存在 缺点就是 如果说我们真的有个同盟关系 然后里面知道我们讲得很清楚 那等于邀请你们 美国 欧洲 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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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压力 这是我们很麻烦的 优点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同盟要形成而没形成 你要我们不形成同盟可以 你们减轻压力 你们减轻压力我们就不形成同盟 你们如果增压力我们就同盟 所以似有若无的优缺点在这里 这就是我们讲的辩证 辩证的这个理解 但是有点我们必须看见 欧美各国在最近这几年内 的确看见中俄之间它的战略是平行的 相互呼应 不只是抱团区 相互呼应就是 你在这边掩护我 我在这边掩护你 所以如果到这态势下的话 欧美讲 如果我要避免这个局势更加复杂 我一定要切断这个平行关系 这就是我前面讲的 为什么有这么多团不断地来到台湾来的原因 因为它希望说 在台海地区真的不要再爆发战争 或爆发中途这样的话 免得两选作战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留言 按赞 订阅 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 那么感谢各位长期对我们的支持 新闻大破解团队将持续为您制作 更优质的节目